今日的依次国股推介就是 小鹏966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 原因是港股出现技术性反弹 吴恒指继续考验近23,700点水平之前 但相信大市反弹阻力也不小 主要因为仍然受到新变种病毒 Omicron的不确定性困扰 吴恒指上星期五受到这个因素发烤 跌穿了24,500点区 因此至少要重上一个水平 才可以摆脱近日市场负面情绪 股份可以留意职优 加上政策受惠股小鹏 小鹏销售数据出众 今年头11个月 累计交付82,100多部智能车 按年增长2.8倍 已公布最新销售数据的 新能源车期之中销售最好 策略上有货者继续可以持有 目标上网270元 没有货的话 建议在210元以下吸纳 跌穿190元考虑减持 这些认识解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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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认识解议 310元 510元 410元 剪接议 512元 512元